同学们好,欢迎来到9R外语网,就爱学外语 我是本次阿拉伯语课程的老师 大家可以叫我Dana老师 那么今天呢,我们将继续学习基础阿拉伯语课程第二册书中 第十一课,坚持是成功的基础的对话部分 那么在这个前面的生词当中 我们基本了解了这一课 我们将接触到的一些关于词汇的内容 那么下面我们将进入到这个对对话内容的学习 好,那么首先让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对话内容 第一个对话,它的标题叫做 叫做这个Hardifun表示对话 Vena在什么什么之间 Saudi Gaini表示在两个朋友之间 那么在两个朋友之间的对话 就是两个朋友间的对话 这就是这个第一个对话的标题 那么还是将这个对话呢,分成了几个部分 首先呢,让我们来看,就是分不同的部分进行阅读 然后再进行简要的分析 那么这个对话呢,两个朋友分别指的就是这个叫 Yahiyah的一个男孩 和另一个叫Reduanu的男孩 他们两个人之间进行的一个对话 好,那么首先让我们看一下这个对话当中的第一个部分 那么大家呢,首先听一下,我读一下第一个部分 Mada تقرؤ? Wantan? Munhamikun fihi? Ah,Bihya,Adhashtani Aafwan,Tafadda bir jolusi Kuntu munhamikan fihi qiraati kitaabi kaliluudinnatu Aina wajatta hadar kitab? Ista'artuhu al-yawma min maktabati al-jama'ati 好,那么下边呢,就是他们两者之间进行的一个对话 首先这个Yahiyah就对这个Reduanu就说 Mada taqraw? 你在读什么呢? Wantan? Munhamikun fihi? 那这个,第二个词,Munhamikun我们知道叫专心的 叫做专心致力于做什么什么事情 那么通常情况下,这个词呢,它搭配的接词就是fihi 所以这里边是Munhamikun fihi 这里的hi指的是前边这件事情 将前边整个这句话用一个hi来代替 意思就是说,你在读什么 看你这个全神贯注的 你这么专心的看着这本书或者看着什么东西 然后这个Reduan就说 啊,一个语气词 因为啊,这样的语气词 Yahiyah,你呀 Adhashtani 这是动词Adhashtani 叫做什么使某人感到惊讶 就是吓了一跳,也可以这样说 Adhashtani指的就是对方这个Yahiyah 他说,你吓了我一跳 然后这个Yahiyah就说阿富汗 哎,很抱歉,对不起啊 并不是故意想吓你的 然后再往后,Reduan 然后就说 Tafadar viljurusi 那么这个是命令式的叫邀请 Tafadar就是请 然后借词b,后边加上这个词根的形式 Aljurusi叫,请坐 然后后边Kuntu Munhamikan 那么我专心于什么呢 接在这个Fi的后边 这个大家可以把这短语画下 叫Munhamikunfi 后边Kurati Kitabi 那么我专心的读着一本书 这本书就叫做Karilatu Vodinatu 这本书它翻译成中文就是 Karilai和狄木南 那么其实这本书它的作用 就很像是国内的这个叫伊索预言 那么它也属于这种 就是预言类的故事小说 那么原本呢 这本叫Karilai和狄木南 它原来是这个梵文 就是印度的文写旧的 那么它是后来呢 在这个时间推移之后 这个波斯人 一个波斯人叫伊本 穆加法将它翻译成了阿拉伯语 那么这本书呢 它的特点是文字很优美 情节又很生动 寓意深刻 所以是一本很棒的作品 那么就像是伊索预言一样 会用很多这个动物之间的比喻 然后传达一定的这个意思 那么这里边 大家应该注意到了 这个Karilai和狄木南 它这个加了一个书名号 意思为这个叫书名 然后在它前边呢 其实它事实上呢 是跟这个Kitabu Kitabi构成的一个正片组合 然后这个书呢 做的是偏次 然后所以呢 在这块啊 大家注意 就事实上这个书名呢 可以有两种读法 一种就是叫 这个用偏次的 偏次的形式的 就可以读成这个Kitabu Kitabu Karilati Karili Wadimnati 这样子 那么或者另一个表达方式 那么或者说 它另一个表达方式呢 就可以用 这个叫 用它主格的形式就可以 因为它加了这个书名号 那么本身 它表达的意思 它所处的这个位置 语法 位置就是这个偏次的啊 所以就也可以用这个Kitabu Karilatu Wadimnati 这里大家不要觉得 是不是这个符号写错了呀 其实并不是写错了啊 好 那么也就说 他在看一本这个预言的故事 然后这个 接下来耶和耶就问了 Aina Wadimnati 那你是在哪儿 这个找到啊 发现的这本书呢 接着这个啊 这个男孩说了 Ista'ara 那么这个Ista'ara 本身这个动词是 借 借用 借助 Ista'ara 这个啊 是一个长音 因为它这里面变了这个 加了这个格位 加了这个人称 所以变换 变换成这个 这个形式 然后它的现在诗诗 Yesta'aru 然后词根是 Ista'aran 表示借 借助语 那么这里边 Ista'ara 表示我借的他 这个呼指代 就是Hadar Kitab 我借这本书 而要买 今天 表示时间今天 命从哪儿呢 从这个大学的图书馆里面借的 也就是说呢 这个 亚亚在读一本书 是一个叫这个 卡利莱和迪木乃的一本寓言故事书 然后这个 Ridwanu就过来了 然后就询问一些情况 这个 是Ridwanu在读这本书 然后Yahya来询问这个情况 好 我们再往下看 Ina'hu Kita'bun Mushawikun Bit-A-keidi Hatta'In saakal waqta Ina'hu Mumt'kun F-I'la'n يسرني أن أشارحه إليك شكرا أقرأ الآن كتاب حكاية أي السبوس على لسان الحيواني المتبوع بالإنجليزية إنه منطع أيضا يمكن أن نتبادل الكتابين بعد انتحاء كل منا من القراءة فكرة جميلة قرأت الكتاب بالسنية فقط على فكرة هل رأيت العدد الأخير من مجلة العربي؟ أذكر أنها على ذلك المكتب 好 我们再看向这个第二部分 那么第二部分 这个使用表达的时候是这样的 然后这个亚也说了 对这本书呢做了一个评价 说 那么这个书呢 这本书它是一个 意思是吸引人的 叫吸引人的 非常有吸引力的 也就是说的确 这本书呢是一本吸引人的书 大家把这端也画下来 大家把这端也画下来 它其实是这个确定 确切的确 这个动词 它的词根形式变化而来的 所以整个表示一个进一步的确定 确信说的确 这本书呢是非常有趣的 然后甚至直至一遍 就是达到 达到什么地步呢 那么这个动词是 叫做什么东西使某个人 然后忘记了什么什么 这里面 叫做什么时 然后忘记了时间 忘却了时间 把时间这个东西 就给忽略掉了 叫做什么东西使得你忘记了时间 那么就指的说是这个 它的主意就是这本书 所以补全了也就是说 这本书呢 的确非常的引人入胜 以致让你忘记了时间 然后后边这个 就回答了 他就相当于是 是的确 这个指代的还是上面的这本书 意思是有趣的 有意思的 那么这里边的也表示确实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可以把这两个词 放到一起来去 表达的意思是相同的 都是强调一种确信的状态 的确这本书很有意思 然后 那么它其中呢有 那么它其实是这个故事 传说 它的复述形式 叫做精妙的 美妙的故事 所以呢 也就说 这本书里面的故事呢 很精妙 这个动词 它的使用的时候也是 叫某个物做主语 然后呢 人作为宾语 那么通常情况下呢 如果说所要形容的这个主语呢 是一件事情 或者比较长 可以用这个 后面加上一个 引导一个动词句 这个动词句呢 来做这个动词 它的主语 所以这里边说 使我很高兴的就是 使我就说 我很高兴 叫 某人把什么东西 或某人推荐给某人 所以这里应该说是 我把它 我把这本书呢 推荐给你 然后接着 这一辈子就说了 谢谢你 那么我现在呢 在读着 也读着一本书 那么它的名字叫 那么其实这个端语 大家画起来 它就是一所预言 那么直接翻译一下 就叫做什么的故事 对吧 什么样的故事 我们知道是舌头 然后呢 叫动物 那么动物的舌头 在动物的舌头上 讲出来的故事 这个舌头呢 在这里面引申出来 叫Kalamun 就是话语 所以就说动物说出来的话 这个他们讲述的故事 就是预言故事 这里 然后中间这个词 Aisubus 就是一所的意思 Aisubus 用来形容一个地方 这里 大家注意 然后后边这个词 Almatvoury 叫做被出版 被印刷的 对吧 被印刷的 Almatvoury Be 叫什么 以什么样的语言 Be the English 所以这一块 大家把这个端语记下来 Almatvoury Be the English 叫做英文版 英文版 所以这句话 也就是说呢 我正在看 这个英文版的 一所语言 这个 然后 平容 平价他也说 Innahum 那么这本书呢 它也非常有意思 Yunkinu an Natabadalakitabaini 那么Yunkinu an 那么可以干嘛呢 Tabadalakitabaini 可以把这两本书 进行交换 我们可以交换 这两本书 Ba'da intihai 那么再完成 Innaha 通常跟Mine 来搭配 这里指的说 Intihai kulli minna 指的说 我们四中的 每个人都结束 结束什么呢 Min后边 Minna al-qirati 就是都读完了 也就是说呢 如果我们两个人 都读完了 各自的那本书呢 可以把这两本书交换 然后我们再读读 对方的那本书 这个意思 好 那么下边 这个Redwan 就说 Fikratun jamilatun 你的提议很棒 好想法 Qaratu al-kitab 那么我读了 这本书 Al-kitab 指的就是 上边 Yahiyah所提到的 那个一所预言 也就是说 我读过这本书 Bisuniyati Fakat 那么这本书是指什么 Bisuniyati 意思就是中文版的 这本书 只是Fakat 我只读过 这个中文版的 然后 大家把这个端语画起来 相当于是Bisuniyati 对吧 顺便问一下 Hel 或者Aita 那么你是否看到了 这个Aded Al-aded 那本身这个词Aded 我们知道叫做 树木 树词的意思 对吧 那么通常 它指树木一期 七号 然后七数的时候 指代的就是 这个报刊杂志的意思 比如说 这个叫 第七期 就是Al-adedu Al-sebion 这里 然后这里 然后Al-aded 后面一个形容词 Al-ahirra 叫做最后的 那么整个意思就是说 这个最近的一期 Al-aded al-ahirra 那么最近的一期什么呢 Me 后边进行解释 Majellati 是一个杂志 它的名字叫 Al-arabiyu 叫阿拉伯人 这个杂志 那么阿拉伯人 这个杂志呢 它是由 这科威特出版的 一个文化月刊 就是每个月 进行出版一次的 就挺受 这个阿拉伯世界 欢迎的 这本书 然后下边 这个 Redwan就说了 Al-ad-kuru 我记得 Al-naha 那么这本 你说的这个杂志呢 Al-ad-arkar-maqtabi 在那个桌上 在那个桌子上 好 我们再往下看 Hal Yabdu Yabdu 安-na-kuna-ka-shay-an-tureidu an-ta-kulahu A-ta-arifu Li-mada-ji-a-tu-i-lai-ka Fil-asri u-raydu an-an-ad-o-wa-ka I-ra-nu-zhati Fil-kasr-i-say-fi Wallah Li-mada-lam-ta-ku-l-i-bisora-ha-ti-mun-du-l-bida-yati 接着 然后这个 Yab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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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嗨指代就是指前边这个 就是最近一期的这个阿拉伯人这个杂志 问那你读的了吗 我并没有读它 然后其实这个形容叫 大家把这段语画一下叫做详细的仔细的 也就是说我并没有就是竹页竹字的竹句的这个读 没有仔细的读 而是呢 叫这个动词表示浏览的意思 就翻阅一下 可能大概的翻一翻有什么什么内容 瞧一眼 只是这样 但是这本杂志呢 不在这儿 没有在这儿 那么或许说呢 那么作为这个叫拿走了 或者说某个人呢 把这个杂志拿走了 后边 就说 叫不可能 这个我们知道有可能 还有什么允许 对吧 可以这些意思 那么这里边它表示 表示这不可能的 我没有看到一个人 然后呢 然后呢 这个 做这个 他的定语 也就是说 没有看到一个人来这儿 到这里来 指今天 然后接着 这个耶和尔就说了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意思是没关系 没关系的 指的是针对的是这件事情 所以是 那么我要跟你告别了 这个动词是 叫告别 叫做某人向某人告别 我要跟你告别了 这个动词叫 表示打扰 惊扰 那么 叫我打扰你 过多的 然后接着 这个 就说了 那么你看起来好像 有什么事 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呢 你想要 是一件你想要说的事情 也就是说这个 慢慢就察觉到 感觉这个 耶和尔一直在谈论着很多 编辑其他的事情 确实有言外之意 就觉得说 你好像有什么事想说 还没说 然后这个耶和尔就终于说了 你知道吗 我为什么要过来找你吗 那么这个端语大家画下来 叫做原本 根本的 原本 那本来呢 叫做 我本来是想要邀请你 我想邀请你去什么 交游 然后在哪呢 这点 这个大家把这段语画下 叫下宫 那么这个下宫呢 它其实是位于这个亚历山大 埃及的第二大城市 亚历山大 它的一个市区内 专门是为这个政要 政治要员们 尤其是这个首相 避暑的地方 相当于避暑的良地 这个之前我们出国的时候 有亲自踏足过 是很像是一个叫 沙漠当中绿洲的感觉 因为这个阿拉伯国家呢 他们大部分这个 他们所处的地理位置 环境相对更恶劣一点 气候也更炎热 那么在这个下宫里边 就会觉得 有鸟语花香 是一个环境非常良好的地方 是很漂亮的花园的感觉 这个叫 那么 那么 原来这个 就会觉得 你是想邀请我去玩 结果呢 去问了这么一圈啊 在周边 问了这么多 与这个话题 无关的事情 然后就说 那你为什么不这个 叫告诉我呢 叫做坦白地啊 真实地啊 坦白地 叫从一开始的时候 就说 哎呀 天哪 那你怎么一开始的时候 不说呢 这样的意思 这个第一个对话 其实它内容就这么多 然后我们会觉得 是挺有意思的 对吧 就是看似是在聊 这个书的那一些 看的一些书 但是上面 它就是表达的意思 是另一个 因为或许呢 这个 它看到自己的朋友 这么专心的在看书 会有一种不好意思 去打搅它 打扰它 看书的这个心情 在里边 好 那么下面呢 让我们来这个 翻译一下这个对话啊 整理一下这个意思 大家认真来听一下 两个朋友间的对话 你在读什么 哎 你这么专心 啊 你吓了我一跳 哎 对不起啊 请坐 我在专心看 这本卡丽莱和迪姆乃的 预言故事书 你在哪找到的这本书 我今天从大学的图书馆里面借的 这本书的确非常迎人入胜 一直让你都忘记时间了 没错 它的确很有趣 里面的有许多精彩的故事 我很愿意把它推荐给你 谢谢 我现在在读一所寓言 的英文版 它同样很有趣 我们可以在都读完了各自的书之后 交换着来看 好主意 我只读过一所寓言的中文版 顺便问一下 你看到阿拉伯人杂志的最近的一期 我记得他就在那个桌子上 你读过他了吗 我没有详细的读 只是简单的浏览了一下 他不在桌子上 或许被某人拿走了 这不可能 我们从今天 今天没有见到任何人来到这儿 没关系 我要跟你道别了 我不想打扰你太久 看起来你好像有什么事情想要说 你知道我为什么来找你吗 本来呢 我是想要邀请你去下工交游的 哦天哪 你怎么一开始的时候不直接跟我说呢 这就是这个对话 好下边呢 让我们来梳理一下 这对话当中的一些知识点 好这个 指的就是 谁和谁之间的对话 后边可以接上这个对象 然后后边这里 这个 表示专心致志于 专心于忙于什么什么事情 这个 叫你吓了我一跳 你让我惊讶了 然后这个句型 也是我们回顾一下 就是这个表示 邀请的命令是 他发 邀请某人 后边这个叫 卡利来和迪姆乃的书 那么这个是构成一个正片组合 后边的这个书名呢 可以是这和口符的原型形式 也可以是七尺符号 就变成 两个都可以 后边这个动词叫戒 戒月啊 这里叫 这里边啊 这里 好再往下 这里 叫引人入胜的书 那么 也表示说吸引人的 有意思的 那么它相类似的 词 有这里边出现的就是 还有就是一个词 这个意思 然后这个借词短语 叫做确切的 确定的 那么它跟这个后面这个 表达的意思是很相像的 然后后边这个 叫什么东西使得某人呢 忘记了时间 后边这个回答 啊 应答许词 肯定是的 叫agel 表示是的 相当于是na 然后这个句型 耶稣 如 弗 林 安 啊 就是说 什么事情 使某人很高兴去干 然后再往后 这个啊 这个书的名字叫 叫做 叫做什么 叫做 一所预言 那本身它翻译过来就是 啊 叫做动物啊 嘴边讲出来的 这个一所预言的故事 啊 一所的故事 后边这个 叫做 英文版 那么它也相当于可以直接去掉这个 也是可以的 这用 像后边这个 意思就是中文版 然后这里 叫做我们交换两本书 后边 就是在读完之后 然后这个句型 回顾一下 之前我们学过 叫 叫顺便说一下 然后这个 表示最近的一期 那么 adun本身这个词 有数目和数词的意思 那么它一般情况下 用来形容这个报刊杂志 就是这几期 它的七号和数目 好 下边 这个 这个 这个短语 意思叫 详细地 仔细地 然后这个是 叫浏览 简单的进行翻阅 并非是 主字主句的阅读 这里边 后边这句话 表示说 这不可能 表达一个可能性 相当于是 然后这里 叫没关系 没事 那么通常情况下 是 是这里面加上去的 然后这叫 我向你道别 叫我向你道别 就跟你说再见 再往后 这个动词叫 叫我打扰你 然后还是之前学过的剧情 看起来怎么怎么样 然后这个短语叫 叫原本本来 然后就是 叫做邀请 某人邀请某人干什么 这里就是 我邀请你去 这个叫交友 这里 然后固定的短语叫 叫下工 然后再往后 这里 B Sora 还听叫 叫做坦白的 实实在在的 直接的 然后一个时间短语叫 Mundo Bidati 叫从一开始的时候 好 那么这就是第一个 这个对话当中的 全部的内容 那么下边呢 让我们从头 一起读一下 这个对话 加深一下 对这个对话内容的理解 感谢 قَرَأَتُ الْكِتَابَ بِالْسُّنِيَةِ فَقَتْ عَرَى فِكْرَةٍ هَلْ رَأَيْتَ الْعَدَدَ الْأَخِيرَ مِنْ مَجَلَّةِ الْعَرْبِي؟ أذكر أنها على ذلك المكتب هَلْ قَرَأَتَهَا؟ لم أقرأها بالتفسير بل تصفحتها فقط إنها غير موجودة ربما أخذها أحد لا يجوز ذلك لم أجد أحدا يأتي إلى هنا اليوم لا بأس على ذلك أستأذنك فلا أريد أن أزعجك كثيرا يبدو أن هناك شيئا تريد أن تقوله أتعرف لماذا جئت إليك؟ في الأسرة أريد أن أدعوك إلى نزهة في القصر السيف والله لماذا لا تقول لي بسرحة؟ مون دور بي دائتي شكرا للماذا لا تقول للماذا لا تقول للماذا لا تقوله